大家好,我是Paul,最後到最後英文齊度 我標題說的是你想像不到他在幹嘛 Yes,再讓你看一次 你看他一個看起來好像就是人出無害的一個年輕人 爬在一個像是地道裡的地方 這另外一個,OK 然後這個人好像不知道幹嘛 手上抓著一個什麼 那這邊還有一個洞 那幹什麼呢 好,所以直接先破題 說一下他到底在幹嘛的結論 他在猜地雷 OK,猜哪裡的地雷 好,所以這是越戰的時候 他們就,他們事實上多半是工程師 有這樣的技術 去猜一些地下隧道的一些地雷 那很了不起,我覺得 所以我們雖然說這邊短短的 但是我們有一些有趣的字可以學一下 所以越戰 越南呢,就是Vietnam 好,那這V-I-E-T N-A-M Vietnam 那我覺得正確的越南的發音 可能就是V-I-N-A-M 那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裡面有一個短音的斷點 V-I-E-T-N-A-M這樣子 OK 好,anyway,所以在這個V-I-E-N-A-M-W-R的時候 越戰的時候 One of the most dangerous jobs was undertaken by a select few known as tunnel rats 好,所以這邊有一個字 好,所以這邊有一個字 select few 就這麼簡單 而左邊這個complete則是沒有缺少的 所以假如你今天有一個pizza 那那個pizza被拿走一片 這個pizza就不是complete OK 把那片還給我,這個pizza現在是complete 一片都沒有少 哦,這樣聽懂我意思 所以它就是完整無缺的 而左邊這個是完成了 意思不太一樣 OK 好,那這個selected就是被選者沒問題 那如果你只講select形容詞的話 它的意思就是精選出來的 OK 所以它比那個被選到了還多了一個更深層一點的意思 所以這邊的a select few known as tunnel rats 這裡的select是對的 它們是精選出來的 那它們的工作呢 叫做隧道老鼠 Tunnel rats 說的是蠻可愛的一個名字 我甚至覺得 那它們是一些沒有被歌頌的英雄 無名英雄 那我們中文講無名英雄 我們不會講被歌頌的英雄 但是英文翻譯起來會是 沒有被歌頌 因為你知道sing這個詞是唱歌 sing 過去式是sing 過去分詞是sung 前面加了一個ung 就是沒有被唱 OK 所以它們是un sung heroes 所以我們英文不會講說nameless heroes no name heroes 沒有這樣子 所以我們中文講無名英雄 可是英文不會這樣直接文字上翻 他們說的是沒有被歌頌的英雄 意思是一樣 OK So these unsung heroes were American,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soldiers 所以我們是美國澳洲或者紐西蘭的一些阿兵哥們 specially trained as combat engineers 所以他們是被訓練成了 就是戰地工程師 who crawled through vehicle underground tunnels 這裡先聽一下 所以他們會爬過這些 Viacom underground tunnels 什麼是Viacom 越共 OK 所以他們 英文就直接把越共 越南的共匪 的這個概念 越南的共產黨員 就直接翻成了Viacom 就這麼簡單 OK 所以它沒有講說什麼 Vietnam communist soldier 沒有沒有沒有 就Viacom就好了 越共 OK 所以他們爬過這些越共的地底下的tunnel to perform perilous covered search and destroy 對不起 這裡有念的卡 covered search and destroy missions 大概是這樣子 OK 這裡剛剛幾個字一定要講一下 所以他們去進行to perform一些 perilous 先看這個字 所以它的名詞是peril 那形容詞變成perilous 也就是危險的 你就把它想成dangerous 事實上是沒差的 OK的 所以進行危險的 parilous covered 所以這個covered covert 它的意思就是隱密的這樣子 OK 隱密的 那 接下來這兩個字走在一起 search and destroy OK 所以不是 covert 或者covered search 不是 是covered search and destroy 就找出來 然後把它毀掉 所以這個在軍事上是一個 特殊的專有名詞 search and destroy 找出敵人 把它滅掉 這樣子 所以他們要去進行一些秘密的 search and destroy的一些任務 這樣子 那 這些tunnel rats 他們就會慢慢的去小心去探測 找一些 有算是裝好了的這些地雷 so tunnel rats gently prodded for armed minds in order to disarm them 所以這個pra這個字 p-r-o-d 那它當然可以是 product這個字的縮寫 可是它有另外一個意思就是 我剛剛特別找了一下 就是它有這種 就是去嘟 去戳 戳戳看 戳戳看 這個會不會爆 戳下去爆了 你就是 OK 戳戳看發現這個是 是lay mine 來我來把它 把他這個disarm掉 disarm要怎麼翻 我剛剛有點卡住這個disarm 因為arm這個字就是 就是說 你這一個 你這一個地雷 就回到地的這個立場了 就引線都全好 就已經 已經被設定好了 就是被啟動了這樣子 我們就說這個叫做 armed OK 那像 你把一個炸彈 拆線的話 不過炸彈我們通常 比較不會用disarm一個bomb 我們會說diffuse一個bomb OK 好 diffuse disarm 那在意義上我覺得其實也沒有差很多 好 就讓這個東西失去了這個爆炸能力這樣子 好 所以他們呢 就要proded for armed minds 這mine的意思就是地雷 那為了要來去disarm他們 那 而且他們還會就必須 啊 拜託我這樣子去弄一下 成功了以後 我就沒事 不成功 我還希望我的腳跟手是還在的 所以 and prayed that they survived with both their legs intact OK 所以他們就祈禱著 他們能夠活下來 而且腿呢都還在 沒有把腿炸爆掉 那大部分人都是 呃 義工來著 most men were volunteers intended to be of smaller stature 所以這裡另外一個小重點 所以他們不只是volunteer 而且他們多半呢都身形比較小 因為你知道爬地下那個tunnel嘛 就必須要小隻一點點 所以這裡有個字叫 所以不是statue statue是雕像 也不是status status是你的狀態或你的地位之類的 社會地位 社會地位 這裡是stature這個字 OK 有點像gesture 也有點像posture 所以stature就是你的身形體態 OK 所以they tended to be of smaller stature making it easier for them to maneuver through the cramped subterranean spaces 就讓他們可以在底下可以比較簡單的出入這樣子 maneuver就是在那邊去 操作來動來動去這樣子 maneuver 透過這些很狹小的cramped OK 直接很cramped 那地下的呢 你除了用underground之外 你也可以用subterranean OK subterranean 因為terrain這個字就是地貌之類的 那地貌的下面subterranean 就是地底下的這樣 好 所以說起來是短短的 不過今天的字還蠻多的 說實在的 好 希望你喜歡這個內容 你看到這個照片的時候 你大概不會想到 他們竟然是了不起的拆彈的這一個 拆地雷的工程師 好啦anyway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